哈囉大家好,我是安娜 歡迎來到安娜的自由研究社 喜歡我的影片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想看作品的文字介紹或認識我的生活 歡迎追蹤我的IG 2021 BL大賞系列的影片來到最後一集 我們還有什麼沒介紹的呢? 沒錯,就是最佳漫畫前十名 之前跟大家說過 因為最佳漫畫的得獎作品 很多都還沒有台版 所以介紹的大家可能也沒有得看 於是放到比較後面來介紹 那麼以下呢 還沒有台版的作品 都是安娜先暫時翻譯的 為什麼最佳漫畫的榜單必看呢? 因為雖然這些漫畫 大家可能不是那麼熟悉 但都已經是受到日本網友肯定的作品 要是大家等到他已經出了好幾集 才開始追 可能會有一種相見恨晚的感覺 所以趕快來看看 最佳漫畫的得獎作品有哪些 等到時候台版出版的時候 就不會錯過了 第十名 剛剛好的可愛是狐狸的顏色 十八歲的男孩秋葉呢 從鄉下一個人來到大都市 準備寄住在親戚家讀大學 沒想到第一次搭電車呢 就遭到吃汗的騷擾 讓他非常不知所措 動航不得 幸好一名高大帥氣的男生出現 制止了吃汗的行為 保護了秋葉 而下一秒呢 秋葉的反應 居然是緊緊抱住這個男生 不但男生不知道該說什麼 路人也是一陣莫名 最奇怪的是 秋葉自己好像也不知道 為什麼這麼做 當秋葉慌慌張張放開救命恩人 外套的帽子掉了下來 露出了一對耳朵 到大城市的第一天 秋葉的身份就暴露了 原來秋葉的家族受到狐狸的詛咒 世世代代都要輪流被狐狸附身 如今呢 則是輪到秋葉被附身了 為了找到解決的辦法 秋葉決定到經營寺廟的親戚家記住 沒想到電車上的救命恩人 正是親戚家的兒子 而體內的狐狸呢 只要一見到他就會興奮不已 讓秋葉可愛的耳朵 總是不受控的跑出來 這部真的超級可愛 每次秋葉一被狐狸附身 變得又愛撒嬌又瑟瑟的 我真的是要被融化 如果想要被蒙爆 大家一定要看這部 第九名 你不吃我嗎?狼先生 傳說中呢 森林裡住著一個非常可怕的大野狼 村民們為了自保 於是把年幼的孩子 當作祭品送給了野狼 沒想到當大野狼看見這個孩子 只覺得他太輕了 太瘦了 必須好好照顧才可以 所以他餵飽了他 幫他洗了澡 還幫他做了好多的新衣服 傳說中的狼先生一點都不可怕 他住在太狼的房子裡 把這個孩子養大 取名為太狼 狼先生非常疼愛太狼 太狼也非常喜歡狼先生 只是呢 狼先生似乎有秘密沒有對太狼說 鏡子裡反射出了狼先生人類的樣貌 趁著太狼睡著時 狼先生甚至可以自己變回人類的樣子 我超級喜歡這部的奇幻故事 非現實的可愛也讓人很心動 尤其是看到這一頁的時候 真的覺得超級夢幻 大家看了這幾頁的內容之後 應該稍微可以感受到是什麼樣的氛圍了 第八名 你說喜歡我是在開玩笑嗎 看到撒舊自然美寶師 大家應該要想到什麼呢 沒錯就是大叔 這不一樣是兩個大叔之間的愛情故事 在飲酒會結束以後 喝對著尾醒來睜開眼睛 發現自己躺在飯店裡 然後同期的同事神谷正站在自己的身上 完事了以後 神谷穿上褲子就想走人 反而是尾拉住了神谷的手 問他是不是喜歡自己 這樣的話今天就是交往的第一天了 聽完這番話的神谷愣了一下 然後回過神來要他別傻了 沒有這種事情 還是趕快忘掉今天比較好 看起來只是一夜情 只有一次的夜晚 卻開啟了兩個大叔浪漫故事的篇章 就算已經一把年紀了 真的喜歡還是會心動的像個少年 如果是大叔控的社員們 一定不要錯過這部 第七名配送道夫的擁抱治療法 櫃一多年的志友結婚了 雖然他笑著恭喜他辦了一場很好的結婚典禮 不過婚禮結束後 櫃一跑到了酒吧 喝酒喝到完全不省人事 當櫃一驚醒的時候已經是半夜了 雖然酒吧早就打烊了 公主生卻還在店裡等著他醒來 讓櫃一非常不好意思 邀請他務必到家裡來住一晚 這個公主生叫做上 他告訴櫃一根據科學理論 擁抱呢能讓人變得更幸福 如果櫃一需要的話 自己隨時可以提供擁抱的服務 櫃一雖然覺得有些莫名 但卻慢慢愛上了這個有爆料吧 第六名 野公與財 野公與財這部用兩個字來形容呢 就是填爆 明明去年出日本就出單行本了 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有台版呢 這部絕對是安娜的必收清單之一 故事的一開始 野公同學向爸媽告解 對不起他沒辦法傳聞接待了 因為他對現在的室友小財非常有感覺 看到小財睡迷糊的臉 用閃閃發亮的漂亮臉但道歉 野公同學就完全不行了 其實不只野公同學難以抵抗 在這所難校當中 漂亮的小財是大家共同的幻想 尤其是小財的女裝簡直是極品 也是因為像女生的外貌 小財曾經受到不少的騷擾 還好那時野公出手救了他 從此以後也一直保護著他 結局就是 小財也喜歡抱了野公 喜歡到又躲起來在心中不斷吶喊 怎麼辦怎麼辦的地步 甚至喜歡到成為偷偷爬上別人床的變態 不過以為小財很害怕男人的野公 以及以為野公絕對不會喜歡男人的小財 這兩個人的雙向暗戀還要醞釀好一陣子 但我可以告訴各位完全不用擔心 他們互相暗戀的這個過程呢 看了只會覺得 欸你們真的沒有交往嗎 或者是 欸你們就剛才交往不就好了嗎 完全都是滿滿的湯 第五名 Daisy jealousy 三校呢從小就非常喜歡動畫 對於動畫的製作也很感興趣 他的夢想呢就是做3D建模 不過在課堂上有一個非常厲害的同學藥 總是酷酷的不說話 但他是班上最有才華的學生 用功的三校和藥慢慢清靜起來 雖然內心常常感嘆自己的才能不如藥 但他還是很佩服藥 自己也很努力 可是呢當畢業的時刻即將到來 三校聽說藥輕輕鬆鬆就進了自己夢想中的製作公司 嫉妒的心終於忍不住爆發了 Daisy jealousy描述角色的心理關係很有趣 三校雖然因為崇拜藥所以喜歡他 卻又因為嫉妒所以討厭他 而藥呢有天生的才能 完全不知道嫉妒是什麼 只是默默的喜歡著三校 這樣的兩個人呢要怎麼突破僵局走到一起 就會是很有趣的故事了 第四名 無法無天於膽怯之吻 我的心頭號讓我當初投下一票的 無法無天於膽怯之吻獲得第四名啦 這部不說的話大家可能看不出來他其實是一部ABO作品 而且是讓人耳目一新的ABO作品 高中生的恆虛赫在第二次性別檢查的時候 發現自己從Beta變成了Alpha 因此依照義務規定他必須參加小子化對應說明會 小子化對應說明會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相親大會 在相親大會中Alpha跟Omega會握手來測試匹配度 恆虛赫在心裡默默幻想著 會不會遇到可愛的Omega女孩 一邊在廁所遇到一個不舒服的男子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我想大家都知道啦 我想在這邊跟妖男老實說加油 雖然你的作品字太多了 導致出版社可能不太想代理 我還是會繼續追隨與支持你的 第三名 親愛的菅妮 親愛的菅妮是排排期少年的關聯作品 有看排排期少年的社員們還記不記得 達尼有一個離開家鄉出走的哥哥堅妮 而這個堅妮就是那個堅妮 堅妮從小就喜歡讀書 外面的世界對她來說充滿著可以追求的知識 這也是她選擇離開家鄉的原因 她在懵懵懂懂的時候遇到了崔佛 崔佛是個對身份認同有困難的同志 她曾經試圖假扮硬性戀 不如婚姻卻失敗了 和少年的菅妮相遇之後 兩個人內心的熱情都被引爆了 我覺得親愛的菅妮的溫暖度 對我來說比排排期少年還要更高 菅妮和崔佛從內心增加到擁抱彼此的這個過程 真的是非常的溫柔動人 但從說故事的方法來看 最後菅妮和崔佛好像並沒有廝守一生 希望第二集的內容不要太難過 兩個人是和平分手就好了 第二名 如果你這麼說我會抱你的 主角的李川仁在公司是個廢物四眼天機 憨憨傻傻的完全沒什麼人氣 另一個主角表無光則是超美型王子 在公司閃閃發亮人氣非常高 但是到了夜晚 仁就會變身成夜之帝王 在同志酒吧當中魅力四射征服全場 光也同樣有反差的一面 就是她有點傻氣 為了透過男人的肯定 證明自己是最有魅力的男人 她決定到同志酒吧去吊男人 後面會發生什麼慘劇 大家就可以想像了 把自己推入火坑 掰翻自己的光 到時候會變得有多可愛 大家盡情期待 而我自己覺得這部作品還有一個很可愛的地方 就是同志酒吧裡面的雙胞胎服務生 他們每天都會換不同的角色裝扮在旁邊吐槽忍 這也是這部作品重要的笑點之一 第一名經典杯子蛋糕 不意外的第一名果然是左岸左岸老師的經典杯子蛋糕 在最佳秀的影片當中我們有介紹到 39歲的野莫先生身為一個上班族大叔 因為不希望出現什麼莫名其妙的事情 打亂生活的步調 所以他總是讓每天都過得差不多 也不要接觸一些麻煩事 但是他29歲的部下外川 介入了他一程不變的生活 外川告訴野莫先生 想要防止老化 就是要嘗試一些新的事情 而且最好是少女一點的事情 於是兩個人就開始充滿少女感的約會日常 但是這一切不過是外川的私心 只是因為他自己喜歡死野莫先生才找了藉口 就這樣呢 39歲的野莫先生和29歲的部下外川 兩個人用1加1大於2的力量 一起把生活的幸福感提升了很多 比起自己一直做一樣的事情 和某個人一起嘗試不同的事情 雖然聽起來好像很簡單 但身為一個上班族 我覺得自己很能理解野莫先生的心情 日付一日的工作呢 真的一不小心就會把生活的熱情熄滅 所以能像現在這樣透過頻道 和大家介紹我喜歡的作品 也就是我找回生活熱情的方法 所以也非常感謝大家 經典杯子蛋糕 然後呢在日本也已經出了續集 with Cuccino 我可以向大家保證 第二集的內容呢 絕對不輸第一集 大家可以好好期待一下 以上就是2021年 比爾大上最佳漫畫的前10名得獎作品 我覺得今年可愛之餘的作品非常多 甚至可以說是全部都是 剛好非常對我的胃口 所以今年呢我自己是看得更開心 相信大家一定也都會被療癒的 不知道今天介紹的作品呢 有沒有大家已經看過的 或是在沒有看過的作品裡面 聽了介紹之後 對哪一部比較感興趣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 目前呢有出台版的作品就是 親愛的珍妮還有經典杯子蛋糕 我自己都買了 但是目前不在手邊 那社員如果有興趣的話 也已經可以購買來閱讀了 如果未來不想錯過更多的 必有相關的情報 歡迎按下旁邊的大頭貼 訂閱我的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想看作品的文字介紹 或認識我的生活 也歡迎追蹤我的IG 那麼今天的研究就到此結束 我們下次見 掰掰